歡迎各位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根據法國媒體《對報》的報導 英超球會車路士有意收購蒙比利埃的年輕法國前鋒華熙 而蒙比利埃對球員的叫價為3,000萬歐元 在近日有蒙比利埃的高層在接受訪問的事後證實 有一支來自德國的球隊和一支英格蘭的球隊在競爭簽下華熙 據《對報》的報導 該支德國球隊是法蘭克風 而該支英格蘭球隊就是車路士 對於法蘭克福來說 無論他們的前鋒哥路梅安尼最終會否離隊 他們都將保強風扇視為這個夏天的頭號目標 法蘭克福以經加快行動 因為對華熙的競爭已經變得越來越激烈 預計車路士將會在本州之內 就華熙向蒙比利埃送上首份報價 蒙比利埃方面仍然希望在華熙身上得到最少3,000萬歐元 在此前,包括帕林聯、拉蘇及本尼茅夫 都曾經對他發出邀請 但華熙本人對轉匯術球隊不感興趣 現年20歲的華熙 他與蒙比利埃的合同在2025年到期 在上個球規 他在各案賽事為蒙比利埃合共上陣33場 貢獻了19個入球交出6次的助攻 我是阿斌,多謝各位收聽 好球不等人,馬上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下次再見